是转移性肝癌 所以就要去找 那找来找去终于发现是在胰胀 那上网去查资料的结果 你那时候还有心情上网查资料 当然会 因为想要知道胰胀癌到底是什么 因为我们对胰胀这个器官 如果没有被检查出来还搞不清楚 它的位置 然后它到底有什么功能 所以上网去看了胰胀癌的结果 整个心情呢是觉得说 好像离死亡不远 低于三个月的存活率 那么那个时候的我呢 也没有哭 也不会想要难过 那只觉得好像就不想活了 所以死了也没关系 但是在这两年来 发现之后的两年来 非常的痛 那我记得医生有开了一个 算是马飞类的止痛药 那我也觉得我都不想吃 那我就是忍这个痛 那忍着 这部分是不太符合安宁照顾的原则 因为安宁照顾的原则就是 马飞尽量吃 不要痛就好 那最好昏昏沉沉的 那以减少痛苦为第一的药物 所以韩宁那时候是在个什么样的勇气之下 会拒绝来吃这个马飞 那个时候只有在想说 正常人吃马飞 都没有一个是好下场 它就是毒品 那我要吃吗 所以当下我是把所有的药 全部丢垃圾桶 所以这也是 我常讲医疗浪费就是这样子来 对 所以一直就没有接触到西医的部分 那么因为西医当初也判定 任何的化疗作用 对我来讲都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 然后又检查出肺积水 那我也都没有去做任何的处理 那我只知道就是休息吧 那么在这段时间很高兴 有我姐姐在台北农总上班 那么她是听了许医师的演讲 介绍了我看了一本书 《绝处逢生》 一路走来吧 一直感受到情绪 好像是一直影响到我的身体的部分 那那个时候的观念 还没有在新时代的观念里面告诉我说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可是我那段时间已经感受到 好像我的情绪起伏 也会影响到我的疼痛的深度 所以你并不然 不全然把这个癌症当作肉体的疾病 而开始从自己探讨自己的情绪 来感受自己的病痛 那甚至有时候 当你的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 你自己发现那个疼痛都可以改变 那我就是从身心灵的角度来看 然后一直活到现在 三年五个月了 他能够到今天三年四个月 三年五个月了 并没有接受开刀跟化疗的一个过程 可是好像看起来他 比在场很多人还更漂亮 所以我觉得这 我希望把它当一个现象 因为我是觉得在我们所谓的医学的之外 真的人体有很多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能力 可是以前这些能力 可能都是经由一些比较怪力乱神也好 比较迷信的观念来做一个佐证 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个比较系统性的 比较可以重复性的 找到一个人的内在的痛苦跟压力 与疾病的关系 那如果这个过程可以被找到 那又能够发动人天生具有的这个免疫的能力 来疗愈自己的癌症或是疾病 那甚至连医学放弃的或是无能为力的癌症 是不是这一条路有可能是未来 很多人也能够受益的一个方向 这里面还有很多是有待我们去研究 有待我们去学习 甚至怎么样把含磷降的一个过程当中 让很多不管是在医疗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复发或是很多的疾病 在医疗根本是无能为力的情况底下 也许能够为千千万万生病的人 或整个现代的医疗 也许有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思考的方向 那在韩玲的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 那我觉得是蛮感动的 那真的我觉得也许可以为未来很多人 提供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奋斗的方向 那我们就鼓掌来谢谢韩玲 谢谢 刚才跟大家分享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力量 会让一个医学说 存活可能是三个月的一个状态 那可以今天三年五个月 又如此快乐活泼的 出现在我们面前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力量 很值得我们来探讨 因为有时候我常常看到报章杂志在讲 有很多罹患癌症的人 真的是在绝望当中 他们好像只是在把死亡的期限拖长一点 那也在接受很多很痛苦的治疗 有时候生命的品质也降低了很多 那其实如果我们可以来正视 到底人体如果蕴含着无穷的智慧 人体真的是有一个我们没有开发的力量 如果透过某一种身心灵的学习跟成长 是可以发动我们内在这个力量 那我觉得这真是这个世纪 人类的一个福音吧 我相信各位应该蛮认同我的意见 给个掌声好不好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好 那这就是我一直在提倡的 身心灵三大 这个健康概念的第几条 第三条 身心灵健康的这个三大原则的第一条 是人天生就是健康的 人应该越活越相信我是健康的 我们的医疗我们的医生 应该是加强大家对你会健康的信心 而不是像个恐怖分子一样 告诉你吃这个也会得癌 吃那个也会得癌 油烟也会得癌 喝水也会得癌 各位没有得癌人已经吓死了 好 所以身心灵健康的第一个定律是 要你重新找回对健康的信任与信心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人都有伟大的自我疗愈力 那光是这句话其实价值不大 而是如何透过心灵的学习跟成长 来启发这个力量 而不是流于怪力乱神 或流于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偏方而已 好 那第三个定律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 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 那我想把这样一个概念再解释一遍 那这样一个概念 也是来自赛斯的思想 但是如果我们从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我希望做这样一个引述 在爱因斯坦的这个相对论里面 或是这个职能互换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 提到质量跟能量是可以交换的 好 那整个身心灵的概念 是认为宇宙本身 它并不是一个物质的一个存在而已 宇宙事实上它是一种能量 它是一种智慧 它是一种有自己的一种思维的一个存在 好 如果宇宙的本质 是来自所谓的consciousness意识 好 那么肉体会不会只是无形的 心灵的一个具体化 我相信各位你们都有很多的一个经验 好 当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 当你的心情恶劣的时候 那你的身体会不舒服 或是如果有糖尿病的人 高血压的人都会很清楚 因为以前我在当医生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糖尿病的病人 他血糖为什么一直控制不好 要越吃越重 这个血糖还是两三百三四百 后来我发现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的恶劣 所以我才一直去想 我们一定要从心灵来解决这样的肉体的一个病痛 所以刚才虽然我开玩笑讲说我是一个精神科医师 之前是一个加医科的专科医师 那我为什么走精神科 就是因为我一直很想从心灵的这一块来疗愈疾病 因为当年我当加医科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叛逆 对医学充满了不满的一个心情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医学 只看到病没有看到人 那加医科是能够稍微看到人的一个科别 那后来光是看到人没有用 然后看到心 因为后来我一直觉得 心灵跟疾病有一个百分之百的密切的关系 那一定